美方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中方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 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双方公布的时间线 都清晰说明 中国及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信息 去年12月31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就在官网公布了 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中方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做了通报 事实清清楚楚 一些美国政客歪曲事实 编造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和世卫组织 服务于自身的政治目的 我们敦促他们 尊重事实 停止政治操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湾 5 3 7 7